20世纪70年代,美国在取消H-56下延攻击直升机计划之后,不得已开始了另外一种直升机的研发,结果没想到一来二去之下弄出了一款传世经典,H-64阿帕奇。 不过我们本期的主角并不是阿帕奇,当大洋彼岸的苏联看见了美军研发了一款如此苗条的直升机之后,苏联领导人看着自己面前大幅便便的米二四词录,终于下定决心拍板。 我们苏联也要苗条的直升机,而这就是传说中的阿帕奇斯基及米二八浩劫的由来。 当我们聊到米二八,总有一款机型绕不开,那就是米二四词录。 作为一款以运输直升机底子开发的攻击直升机,米二四的体型和其原型米八河马并无二致,无非就是将了短翼改装了一个串列式布局的驾驶员座舱。 在米二四上,最受诟病的还要是它的载原舱,不仅成员座里面根本直不起腰,它还提供了相当程度上的结构死众,导致在阿富汗面对独次导弹时很难进行机动躲避。 反观大洋彼岸的美国人,虽然AH1也是UH1这一运输直升机的底子,但是美国人做的就挺出色的,抛弃了载原舱的设计,只取用机体和发动机,基本上重新设计了结构。 所以看上去,AH1和UH1的外形几乎是两款飞机。 当然,这也并不怪苏联设计师们,因为在19世纪60年代,涡轴动力直升机刚诞生的时候,设计师们对于如何设计这种直升机并没有太好的概念。 最多的思路就是参考陆战武器,比如UH1,就可以引申为空中的M113,而AH1则可以引申为空中的M60。 对于苏联来说,也是如此,米尔斯一开始的思路则是飞行的BMP-1,所以也不难理解为何一款武装直升机需要有一个庞大的载原舱了。 不过后续的经历却给了设计师们当头一把,实战经验证明了,专职攻击地面目标的武装直升机应该尽量节约结构重量,从而挂在更多的武器来对付更多的目标。 而载原呢,只需要正负飞行员就够了,其实米尔巴这个项目早就开始了,只不过优先级一直不高,因为在一开始,新的反坦克直升机被苏联高层定型为卡莫夫迪卡50或者卡52。 而米尔巴在预想中是米尔斯的继任者,在原型机阶段,米尔巴和米尔斯根本看不出什么区别。 在阿帕奇首飞后,在苏联高层的允许下,米里设计局更改了原始设计,将原先基于米尔斯的机体大幅修改,直接砍掉了后部庞大的载原舱,并塞入更多的电子设备,将其改为设备舱。 这才有了今天我们能看见的米尔巴浩杰的外形,只是这么一来二去改动下来,再加上参考了阿帕奇的设计,米尔巴浩杰长得就不可避免地和阿帕奇类似,也被军事观察员经常称其为阿帕奇司机。 虽然被称之为阿帕奇司机,但是它和阿帕奇还是有一些本质上的不一样,从这些不一样中,我们也能一窥美速武装直升机设计的一些巧思。 首先就是设备舱,实际上,由于基于米尔斯的机体设计,所以米尔巴的机体并没有完全去掉载原舱,而是在飞行员后部的机身空间内设置了一个设备舱。 这个设备舱就是米尔斯载原舱的直接继承,这个设备舱用来放置各种必须的基载设备,比如说飞行计算机,无线电和导航设备等,也算是苏联设计师废物利用的一个典范。 更巧妙的是,这个设备舱还留有检修通道,能让飞行工程师钻进去检修。 实在必须的情况下,检修通道虽然狭小,但是钻进去两个待着是没什么问题的。 所以遇到需要回收被击落飞行员的情况的话,米尔巴就可以让飞行员挤进设备舱里待着。 虽然空间确实很憋屈,但至少命保住了。 那阿帕奇的设备舱在哪呢? 阿帕奇的设备舱就是我们看见的塞帮子的地方, 属于外挂式设备舱,这样做的好处就在于方便地勤的检修和维护, 需要拆拆装装的也非常方便。 由于和飞行员离得近,不现的难度也没有米尔巴那么大, 但缺点在于设备舱的生存性没有米尔巴的好。 如果有人朝驾驶舱设计,那么设备舱虽然可以充当附加装甲, 但是也必定会在袭击中首先损毁。 而米尔巴的设备舱设计在屁股上,除非是被偷被身, 否则设备舱很难被火力直接命中。 不知道你们觉得哪种设计方法比较好呢? 既然我们提到了设备舱, 就不得不提一下二者和设备舱有直接关系的驾驶舱的不同了。 虽然乍一看上去, 米尔巴和阿帕奇的驾驶舱都是串列式布局, 但二者实际上有着根本的不同。 米尔巴的驾驶舱虽然是串列式布局, 但是驾驶舱布局继承自米尔四。 驾驶舱中的两个驾驶员为独立座椅, 驾驶员和炮手摘掉耳机之后, 他们就无法互相沟通了。 虽然乍一看上去, 沟通都依赖机内通讯系统, 会造成一定程度上的沟通不便, 但好处是两个座椅互为备份的安全性更高了。 一旦有大口径子弹或者小口径炮弹, 从侧面直击两个驾驶舱中的任意一个, 虽然会击穿并杀死直升机驾驶员或者炮手, 但是破片只会停留在被直接命中的作息之中, 而不会影响到另外一个人。 而阿帕奇那种两个作息相通的布局, 虽然在中间也拥有防弹玻璃隔断, 但是这个东西的抗击打能力始终不如实打实的装甲来得让人放心。 被高爆弹药击穿之后, 破片有可能击穿防弹玻璃, 让两个人同时失去战斗力, 这是最坏的情况。 而最后一个不同, 也可以说是米28为代表的苏系直升机和绝大部分的西方设计武装直升机的不同。 那就是米28的防护主体是金属装甲, 比如高强度铝装甲, 钛合金护板和加载其中的陶瓷块等。 而西方武装直升机, 尤其是阿帕奇, 使用的基本上都是复合材料, 可能很多观众觉得金属装甲非常沉重, 重量表现上远不如复合装甲, 会严重拖累飞行性能, 属实有点傻大黑粗的毛式思维, 但这也是苏系直升机和美系直升机的不同之处。 之所以使用金属装甲作为防护材料, 是因为苏系五直是悬翼强击机的角色, 一次跃升攻击可能会在敌人火力里停留较长时间, 而金属装甲在面对多次射弹打击时, 表现出的防护衰减要远优于重量更轻的凯弗拉装甲。 换言之就是, 如果你想拦截一次射弹, 同时又不拖累机动性, 凯弗拉是你的选择, 而如果你想拦截多次射弹, 那么金属装甲是唯一的办法。 而且, 金属装甲还有一项优势, 那就是在战损后极其易于更换, 只需要将被击穿的金属护板拆出来丢了, 然后换上一块新的机壳, 这保证了米二八在前线高强度火力下的高出勤率。 可以说, 苏联人在阿帕奇斯基上切实地践行了一些属于他们自己的思路。 米里设计局米二八是一种苏联制造, 全天候昼夜均用串联双座反装甲攻击直升机。 它采用传统布局, 使用两台克里莫夫设计局TV3-117发动机, 提供2×2200等效轴马力, 发动机安装在机身两侧, 由机身隔开, 避免一次重弹就失去全部动力。 悬翼设计上, 采用了五片半刚性脚接主悬翼, 加小夹脚X型尾翼的设计。 蒋古采用了独特的干式设计, 摆脱了对润滑油的依赖。 武器方面, 它和大多数武装直升机一样, 拥有一门对付轻装甲和软目标的机炮, 信号为苏联部战车上常见的30毫米2A42, 机炮安装在机头下方的炮塔内部, 备弹300发, 射速也是每分钟300发。 除此之外, 机身中央的一对短翼也可以挂载武器, 这对短翼上总共拥有四个挂点, 载重能力基本相等, 可以现在四个445千克附油箱, 航空火箭弹, 或者是反坦克导弹。 此外还有一些不太常规的武器, 比如FAB系列自由落体炸弹, 此录曾经在阿富汗用过这些武器, 轰击塔利班分子, 同时它还可以挂载战斗机使用的 红外制导R73空空导弹进行对空作战, 不过只能携带四发, 可以有效摧毁装甲车或者攻势目标。 抛开这些不常规的武器, 其他的武器都是苏联空射武器中最普通的信号, 火箭弹有五连装B13发射潮, 发射122毫米S13火箭弹, 或者是携带20连装B8V20吊舱, 发射80毫米S8火箭弹。 在最常规的武器挂载方案中, 这些火箭弹一般安装在内侧一对挂架上, 而外侧的一对挂架通常携带9M120攻击反坦克导弹。 它使用半自动无线电波束制导, 拥有对付坦克的串联破甲战斗部, 对付直升机的连续杆战斗部, 以及对付步兵的温压战斗部。 此外, 最新的米28NM上还可以下载9M127激光架速制导空射超音速反坦克导弹, 也就是有些游戏玩家俗称的巨大涡流。 这种导弹据悉曾在俄乌战场上击毁过先进的鲍2坦克, 是地面单位的巨大威胁。 在生存方面, 比较值得一提的是米28独特的驾驶员逃生设计。 苏联的直升机逃生设计都是独树一致的, 比如说卡莫夫设计局的卡50和卡52, 都装备有世界上唯一一种直升机弹射座椅K37, 而米28虽然没有弹射座椅, 但是它依然支持飞行员空中逃生。 当它丧失动力时, 如果离地高度在100米以上, 飞行员就可以抛离座舱门, 这时米28的逃生滑梯就会自动打开, 当飞行员跳上逃生滑梯时, 滑梯的引导可以避免飞行员撞上短翼或者起落架, 也可以避免炮手撞上摆向侧面的机炮炮口。 当二人完全离开飞机后, 就可以拉开降落伞落地。 而当离地高度在100米以下时, 由于上述操作需要很长时间, 这时二人已经失去了跳伞机会, 就需要操作直升机进行硬着陆了。 不管怎么说, 这种逃生方法至少是给了飞行员一个高空逃命的机会。 除此之外, 由于飞行员在直升机比较高的地方, 充气逃生滑梯也可以帮助它在硬着陆后快速脱离直升机, 避免被弹药或者燃油爆炸波及。 而如果迫降在水面, 这就是飞行员和炮手的救生法了。 那说了这么多, 米28也是一个庞大的直升机家族, 我们应该如何分辨其中的型号呢? 其实这非常简单。 首先是米28原型, 长得和磁路很像, 但最显眼的区别就是使用了后三点起落架, 而非磁路的前三点。 除此之外, 它的短翼也是机身中央靠下部分的平直翼, 而非磁路的向下倾斜的短翼。 然后就是米28的第一个量产型号, 米28A, 识别它只需要记住一句口诀, 那就是外观最寒酸的那个。 米28A的设计比较简单, 只有机B下方的一处简单的光电转换塔, 作为观瞄手段。 外形也是和切了一块的垃圾桶一样, 米28A的后续机型是米28N, 从这里开始, 它的观瞄手段才真的丰富了起来, 主要和A型的区别, 是其光电转塔变成了一个圆盘, 有点像扫地机器人, 虽然看上去有点像雷达, 但实际上是光电系统。 当我们从正面看时, 首先能看见机鼻处的小丑鼻子, 那里面是9M120的i256 无线电半自动制导天线, 下面有一个绿色小球, 是TOES521综合光电系统, 主要是驾驶员使用的微光夜视仪, 放在这个小球里面, 而小球下方的褐色扁平圆盘, 才是炮手使用的OPS28可见光红外光电系统。 有了飞机, 总得训练吧, 米28家族的训练型号就是米28UB, 其实这个型号从外观上非常难以区分, 因为它和米28N的区别, 主要是加宽了前后座舱宽度, 以提高舒适性, 如果真的要区分, 恐怕也就只能从信源里进行辨别了。 不过在这儿非得要提一锤, 米28UB的主要原因是, 这个型号是米28家族中, 第一个增加了NO25毫米波雷达的批量生产型号, 和米28N原型机上的NO25不同, UB系列下线即标配NO25雷达, 据报道, 它能够同时跟踪多达四个地面目标, 据称对大型金属桥的最大探测距离为20公里, 主战坦克的探测距离可达10公里, 主旋翼天线的设计比较趋同于长弓阿帕奇的长弓毫米波雷达。 此外, 由于俄罗斯近年来, 将毫米波雷达安装到米28NE上用来出口, 又将老旧的米28N增加雷达的操作方式, 所以这导致了并不能从头顶雷达上区分米28的各个型号。 随后米28家族最具有迷惑性的型号来了, 米28NE是整个家族中最容易认错的型号, 因为俄罗斯将这个型号用于出口, 所以它有很多版本, 出口型的区分点在于使用环境, 第一个大的出口型号是伊拉克亚型, 它的改动也不太大, 基本上是一种加了NO25亿毫米波雷达的米28N, NO25亿毫米波雷达即为俄罗斯出口版本的NO25同款, 但是其制造的合格标准要比俄罗斯自用版更高, 对于伊拉克进口的米28NE, 主要分辨手段则是伊拉克直升机部队独特的脸颊锅旗, 以及标志性的沙漠黄涂装, 而伊拉克亚型中, 机身短翼末端的胶囊状物体, 则是综合有激光告警传感器和UV26热油弹发射器的红外对抗措施, 它可以给直升机提供激光告警和一对32发额外的热油弹, 有效提高米28的生存能力。 另外一个大的出口亚型则是阿尔及利亚亚型, 这批出口型米28NE是全部由俄军的米28UB改建而来, 具有米28UB的全部特征的同时, 阿尔及利亚军方也为它添加了更充裕的自卫系统, 最大的特征是翼间的新吊舱上增加了一堆探头, 这堆探头是L370-2导弹进进警告系统, 除此之外, 它还带有米28家族中为数不多的红外对抗措施, 该系统带有激光束, 可使带有热导引头的地空导弹失明。 发射塔安装在机身下方, 这个发射塔也是米28NE阿尔及利亚亚型最主要的识别特征。 除了这些已经被采购的版本之外, 俄罗斯还拥有一个最新出口版本的米28NE, 它的外观特征是绿色的数码迷彩, 火力军将其称之为孟加拉亚型或者叫迪拜亚型, 这个型号在2021年的迪拜航展上最为出名, 其特征为丛林数码迷彩涂装, 和发动机侧面进气口侧方和上方的辅助进气道。 之所以叫孟加拉亚型, 是因为媒体曾盛传孟加拉在迪拜航展将要采购至多8架米28NE。 不过这个新闻最后被证明是谣传, 虽然此版本在迪拜航展上非常出名, 但是它最早于2018年就推出了, 最早能看见样机是2018年武装部队论坛上, 编号为黄色1707的带有垃圾桶样式进气防沙罩的米尔巴恩E。 这个样式的防沙罩最后被用于阿尔及利亚亚型的改进之中。 不过这个改进型最大的价值在于, 它在米尔巴恩E的原型米尔巴恩的机体上, 整合了可以发射空射型菊花, 带有毫米波雷达和极光架数复合制导的菊花VM。 这对于其复杂气象条件下反装甲任务是一次飞跃的提升。 除此之外, 在黄色1811号迪拜航展样机上, 我们还能见到这个版本依然携带了阿尔及利亚亚型上完成的生存对抗措施, 其先进性不言而语。 而最后我们就来到了米尔巴家族中最先进的俄罗斯自用版型号, 也就是米尔巴NM。 米尔巴NM的外形非常好辨认, 那就是机鼻处用于为9M120导弹制导的i-256天线终于被取消了, 因为基础版本的9M120已经不再被用于米尔巴NM, 取而代之的则是我们刚刚提到的空射型菊花VM, 以及使用激光架数制导的9M120VM。 另外, 在机头处, 驾驶员使用的微光夜视仪的小圆球也变成了圆柱体, 这是米尔巴NM相对于其他型号的米尔巴最大的区别。 还有一个不明显的区别在于, 在之前型号的米尔巴上, 其伟良处的天线多为刀型天线, 而在米尔巴NM上, 则增设了一个小型圆柱体天线。 最值得注意的是, 米尔巴NM终于有了完整的维杰布斯克对抗系统, 这让其生存性提高了一大截。 好了, 说了这么多, 不知道各位对米尔巴家族是否有初步的了解了呢? 如果各位还有什么需要补充的内容, 欢迎发在评论区和大家一起讨论。 我是火力军, 咱们下期视频见。 请不吝点赞订阅试按摩转发。 感谢观看